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 在这里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 也是玩开战士 然后今天给大家的第一个角色呢 是收割者 这个肯定会更换角色啊 因为这把玩的不是特别好 收割者 然后也是看到对面幽灵 直接看起连灯模式 将对面幽灵带走 这时候呢 会换成枪的模式 然后从背后去攻击这两个人 但是我现在伤害不是特别搞 看到对面飞机枪 给对面飞枪打散 但是没有致死 然后就导致面前有一个双子 比较尴尬 这时候呢 他也是成功像偷掉了 我在看他的时候呢 由于他占领的地势比较高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他 然后我也是想直接撤退 然后没有想到 也是直接被他带走了 这也不要闹起了 哦 对面的飞匠也是直接过来的 然后直接选择去开启这个连灯模式 去杀对面的这个飞匠 但是没有够找 插一刀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现在血量比较低 先撤退 然后让我的队友去帮帮我 但是他好像顶上我了 他一直在这 哎哎哎 那六斤毛那样 啊 来我一跳来跳去的 这就不要闹起了 那这不是咋办啊 这玩意应该是没有了 哎我家队友其实 被卡的这个 这个地方两个人没打过 打了我家四个人啊 这个就不要闹起了 我现在也是看起链铛模式 找到对面龙一刀两刀 再一刀 直接将龙带走 他应该是看着我了 但是没有想理我 呃这地方呢 也是对面的飞匠直接冲上来 我直接磕起这个 磕这个治疗 但是我现在没有子弹啊 呃这个小丑啊 他这个哎 他这个皮肤长得跟那个飞匠好像啊 这属不属于BOOG啊 你这嗯 不要闹心了 然后也是看到那边双子 主要是我这个链铛模式每次看完 然后我也够不着对面 其实这把干事我并不是想去玩这个受我惹的 然后我没有带迅捷 没有带迅捷呢 就导致我自身的一个移动能力比较差 然后就导致我的一个移动啊 会呃 比较受我自身英雄特性的一个限制啊 比较慢 然后切不到对面的脸上 所以说链铛模式其实在这把来说 对于我这个角色来说 是一个比较鸡类的 但是现在呢 其实呃 就不要闹心了 我还是想去用这个链铛或者是用这个剧粉 呃 看到这边幽灵 然后这个幽灵我也是直接选择把 哎 这大招被弄出去啊 哎呦 有点闹心了 其实我原本是想将这个大招冷出之后去击杀他的 现在选择去换一个职业 原因是因为我家现在劣势太大了 如果不更换职业呢 其实劣势还会不断的扩大 选一个暴风去进行一波压制 然后去找对面的鸡手玩一玩 你就看到这个人 然后直接选择将他带走啊 这回你确实是打不过我的兄弟 虽然说你跑的比较快啊 但是我现在伤害你的比较高 直接选择利用一个烟雾弹去遮挡对面飞将的一个视野 然后直接转身将飞将带走 其实我这个职业呢 玩的比较多 算是我第一个玩的这个角色啊 然后就是可能各方面呢 相比于后玩的这些角色可能稍微熟练一些 然后也是不断的去找对面这个小手的麻烦 但是后边不断有人在打我 这就比较闹血了 也是直接被这个龙击倒 现在呢也是 这不是龙 Bug 强哥 这个游戏里有很多人物的魔戟人 乍一看看不出来是谁啊 就比如说强哥和龙 其实他俩 看呢长的体型差太多 这时候呢也是一个烟雾弹 迷糊到对面两个人 唯一尴尬的地方就是迷糊到之后 由于龙他本身开起大招 所以说这个迷糊没有用 这个好像确实是比较闹醒啊 这个龙的大招开起之后 确实是一切这种附加的额外的限制效果 对他来说没什么太大用处 现在呢也是持续往前 因为我还是需要去帮助我的队友去击杀一下对面 因为我家现在是劣势比较大 只是看了龙和对面的这个迷雾两个人 没有成功击杀 然后也是被直接击倒在地 其实是这种弹节的这种局势下呢 是比较限制暴风的一个发挥的 因为暴风去就是需要把自己卖掉之后 能有一个位置去给他输出 然而在这种楼梯的缓球下呢 对面是不可能跟你进行一个天脸操作的 所以说比较难去进行一个反杀 现在呢我也是不断和对面这个小祥来进行一个对比 但是也是没有拼过 然后被他逼到了这个角落里 被他逼下来之后呢 他两个队友在后边接应 然后直接将我收走了 那这把比赛应该是没有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也带大家的游戏能源是王牌战士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获儿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获儿的下期视频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